请再去找找看有关其他的新闻网吧 反正就新闻一堆 那可以找找看 其他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有一些网站 比如说 哪一些网站 像我们之前介绍过那个证道考试TQC这个网站 比如说这个有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像那个 Python是在这个类别 其实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有一件事情 我希望把这个网页里面 在这个title 认证考试这个title全部帮我抓下来的话 如果你会发现 如果以前要抓的话可能要什么 Ctrl C,Ctrl V 换下一个Ctrl C,Ctrl V 一个一个帮我抓下来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不可以请Python帮我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的话很简单 只需要把他每个认证的名称帮我抓下来 并且把它列一个清单 列出来的话 这要怎么做 OK 其实这个没有比刚刚还简单 首先第一个 你可以观察什么 按右键检查一下 在哪里呢? 在这个上面名称 按右键 或者选取它也可以检查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特征 我是把它Dug到下面 那你会发现它的特征是什么? 它的特征就是外面是H4 OK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抓这个H4的标签 我刚刚看了一下 它好像H4 H4指的是标题 Head H标题4的这个样式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干脆我就抓这个标签名称 就是这个网页里面所有H4的标签 然后把它里面的4全部都把它抓回来 其实就可以把上面的这个部分 这个每个Title名称全部都抓回来了 OK 怎么做?也许请各位试试看 城市这个相对于刚刚的新闻 应该要更简单一些 画面在房里各位试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观察 要按右键检查一下 检查之后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 它好像每一个按右键检查一下 好像前面都叫H4 所以按右键检查 这个标题都叫H4 所以如果我要刚刚好这些名称我都要的话 你就可以针对这个标签 什么标签呢?H4这个标签 那如果像我的习惯 我会再确认一下 到底是不是有那么多个H4 如果太多的话那就不行 不然变成全部的Find all之后 所有的H4都被我抓回来的话 那会太多 所以我的习惯呢? 我会再按Ctrl加F 下面会有个 让我可以什么?寻找的 我找一下看看 寻找之后发现这有68个 看起来好像数量差不多 但我没有仔细算 有没有?数量如果跟我要的结果是一样差不多的话 那理论上这个就可以当成是我要抓的标签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有固定的SOP 一我可以拿刚刚的Yahoo的好了 拿这个来当成是范本 然后二的话呢?拿这个做什么呢? 其实大体上差不多啦 这个网址不一样 所以把这个网址改成刚刚的这个 这个网址我要抓的 然后一样他帮我把他原始码全部都爬进 爬过来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丢给Beautiful Super 产生一个SP的物件 那Beautiful的话呢? 基本上呢?我没有class 所以没有class的话呢?有没有class的做法 也就是说你Beautiful 一定至少要有标签 但不一定要class 那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 找的是那个标签叫什么? H4 所以记得打H4 记得大小写有差喔 如果是小写就要小写 你不能给他大写 因为在这边的话有区分大小写 所以我现在把他抓过来的话 再来做什么呢?底下其实都一样 就是把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东西 他一定会先丢到List1里面 那我再把List1里面的所有里面的文字喔 因为标签里面喔 只要是那里面的东西 所谓的那里面的东西喔 就是指的是像这样子 一个小于H4大于有沒有 在结束喔 所以特别注意喔 只要是在开头跟结束里面的东西 那我们都把它称为他里面的Test 所以你可以用Test的属性 抓到这里面的东西喔 这个一定是在这个 而且标签一定固定啊 它的开头一定是长这样子 结束的话一定是多一个 多一个什么?多一个斜线 有没有?也叫H4 这个就是HTML的基本规则 所以以后你慢慢习惯喔 那我们来看一下喔 所以后面的话我们可以跑个回圈 先把它怎么样?一个一个全部抓到S 然后Print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这个了 不需要HRE 就等于点Test就可以了 把那个H4里面的Test 通通帮我抓出来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喔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一个一个帮我怎么样? 把上面的东西呢 一个一个抓下来 从哪一个抓呢? 从基础的 有没有? 基础建筑 及室内设计 有没有? 到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是 这个什么? 创意APP程式设计 APP Inventor 这边的话我看一下 最后一个是不是? 诶对 创意APP的程式设计 有没有?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快速的 把上面的资料给全部抓下来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呢 如果说我今天另外一个需求 延伸出去 如果说我现在连什么呢? 连上面这个名称也要 下面这个名称也要 而且最好怎么样? 帮我把上面这个名称 有没有? 我希望把这 总共这一个 证照总共会有三个栏位 三个东西有没有? 那我是希望你们可以一边抓 一边塞到哪里呢? 资料库 那资料库的话刚好三个栏位 这个放第一栏 这个放第二栏 这个放第三栏 甚至一般最好是多一栏 就前面有个编号 有没有? 第一个证照 第二个证照 第三个证照 那这样不就是我有一个什么? 一个表 这个表的话就是什么? TQC Plus 考试的所有的那个对照 这个那个证照的项目的表 全部都有了 OK 那从哪边来? 从它官网来的 把它爬下来 那爬的方法当然一样 这个是H4嘛 这个的话呢 你可以按右键检查一下 这个上面应该是什么? 一个DIV 所以哦 而且DIV Class 所以你可以抓什么? 抓DIV 而且它有Class 所以你用Class 绝对没错 所以DIV 逗点 Class名称就后面这个 里面的Test 帮我抓到 有没有? 那底下的这个呢? 底下的是小字有没有? 小字这个 你可以选取它 或者不选 按右键检查一下 它这个东西叫Small 所以Small的话 我看一下 Small理论上 是不是也是刚好 Ctrl加F 如果刚好也是68个的话 看到 最好是前面再加标签符号 后面看一下 也是68个 所以这个也可以透过 刚刚一样的方法 Small抓过来 那总共会有 三个东西 加一个编号 你就可以全部把它 丢到资料库里面去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贴一下 所以以后的话 网页上面 最重要就是那个标签 如果你可以了解 那个标签是 找到那个标签符号 然后并且透过 我们刚刚给的这个范本 用Find all 基本上 就可以帮我找到 我要的东西了 那有些可能稍微 比较复杂的 你可以再配合Find Find 意思就是找那个区块 再找到那个区块里面 等里面所有的东西 帮我抓回来 这样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OK 那今天的话 因为今天比较短 今天只有三个小时时间 所以 还要记得 下一次上课的话 他要缴交一个作业 OK 那作业的话 就是把前面讲的 你把它综合作业 尽量就是 我们是主要是类似像 什么那个 这个合并圈 不要用同样的档案就好了 如果说你 假设 你如果 想要 做的更复杂 更多功能的话 甚至 当然也OK 如果量力而为就好了 下一次的话 一样 就把它丢到云端上面去 OK 那今天先到这里 呢